台东都来一间早餐店业者 过去曾是受到社会各界的救助 度过了经济低潮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许多弱势家庭生活陷入困顿 那么三餐温饱不容易 而这个老板呢 陈亚玲不计成本 发起了供应爱心餐的行动 免费送早餐到社区的弱势者 及长者家中 希望能够发挥一己之力 共度疫情难关 早餐店门口挂着红布条 上头大字写着 不好过没关系 我的早餐让您吃饱饱 看似有些趣味的文字 其实背后充满着爱与回馈 安心老人家没有早餐可以吃 我就听到这个消息 我就觉得我应该可以做 我就想说 你就可以默默做这个 就是这个动作这样子 老板兼老板娘的陈亚玲 过去曾受社会各界救助 停过人生经济低潮 两年前丧夫回到了娘家 东河乡都篮村 创业开启了早餐店 看着疫情之下 许多弱势家庭 长者生活陷入困顿 他发起了供应爱心餐的活动 免费送早餐给社区弱势者和长者 希望发挥一己之力 共度疫情难关 我就非常非常快乐 因为能帮助别人 就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对 像有的客人看到啊 他就会问我说 你是不是在做爱心 他们就会资助 就是把这个 就是如果拿拿一千块来买早餐 他剩下的不拿 他就把他剩下的钱拿来 资助我们做我们的爱心 持续做我们的爱心早餐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督来爱心早餐店业者 不计成本损失 每天送上一顿 热腾腾的招牌抓饼餐点 温暖入市者的胃 沈亚林表示 爱心一举不是一时的 更不是疫情当下而为 他会持续将这份爱心 延续下去 谢谢大家会 东河香报道